有有有有有有有 好长哦 是勾到的吧 不管是在海钓船上体验亲手钓起白带雨的乐趣 还是品尝香喷喷的海味火锅 或是在基隆港畔 福宰山上及正宾渔港色彩屋周边咖啡厅享受悠闲 秋龙之际的基隆浪临软心又好玩 抢搭国境解锋疫情趋缓后的旅游商机 在台北国际旅展的基隆主题馆 不但打破惯例规划成开放性的展馆 更将委托行商圈及美式特色酒吧搬进展馆内 相带给民众不同的视觉感受 我们打破过去只要参展都是在外围看展 那我们这次特别把展场打开 把这个委托行的场景 还有这个哥伦布酒吧的场景都把它搬进来 所以来逛展的人呢 他就可以直接往里面走 然后呢做一个穿越 那在这边逛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些店家 那我想这样的观念是希望把 基隆过去很繁华的委托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带到展馆来 除了具在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开放式展馆 这次基隆馆更以软心基隆油为主题 推荐游客在旅游地沿路 可以享用像鱼腹锅等基隆特色火锅 或是到景点周边咖啡厅 边欣赏山海美景 边品尝美味咖啡暖心更暖胃 我想这个概念是出自于 因为基隆有很多的咖啡厅 我们在港边可以看到无敌海景 喝着热咖啡 那另外也可以吃着在地有特色的火锅 所以这些不管是咖啡或者是锅物 那我想呢都带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从未暖到新 让大家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另外这一次基隆馆餐展店家树 也打破以往记录达12家之多 而且食品、衣物、鞋包、铝素及文创商品都有 种类丰富多元 餐展店家也都拿出鸭香宝 希望争取商机 其中这家基隆知名的海鲜酱料业者 更趁这一次驴展机会 推出新口味的香蒜酱 荣誉的蒜香融入海鲜滋味 更以举拿下2022基隆好物的城市品牌认证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产品 那个海味香蒜酱 可是香蒜酱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只有蒜农的味道而已 其实我们没有蒜那么呛 可是我们家的海味味道又不一样 就跟一般的酸农香 差距撑很多 打开闻到那个味道 真的是超级胖 那我们这个又有很多的用处 我们家那个可以拌面拌青菜 有时候淋个香蒜面包也可以 然后淋个香蒜虾 有时候我们那个茄子烫一下 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基隆市政府也与店家合作 推出展场限定的 软心基隆油兑换卷 游客只要到这12处 参展店家出示兑换卷 就可以获得纪念品 或享受折扣优惠 在这上面有基隆的店家 同时你也不难找 我们也把地图放上去 那在这个上面的店家 只要你拿着这张卡片 去消费 他就可以送这个店家的 精美的人物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这三天 千万不要错过 到我们的ITF这个旅展 然后来基隆馆 然后来索取这个卡片 那同时也吃了这个卡片 到基隆的每一个店家 上面的店家就可以迎娶精美小礼物 基隆市这种方面 期盼透过这一场解封后 最大的旅游盛会 介绍大家认识基隆的 冬季软心玩法 邀请体验一连世纪 都好玩的基隆旅游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